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现在我们的中国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发明了不少的东西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这都源于人们的智慧 在古代的时候呢,他们的智慧也是无可限量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春凳的 今天呢,和大家来说一说古代发明的春凳有啥用 为何能沿用至今还常出现在酒店 现在人们出门旅游免不了会住酒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酒店的床尾处有一个长长的像板凳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古代所说的春凳 在古代他们的娱乐活动相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特别少的 春凳的时候呢,他们会将这种凳子搬到户外 坐在上面聊聊天,拉拉家常 第二点呢,就是为了男女之事 特别是在古代女儿出嫁的时候 母亲家会把这个作为嫁妆送给新婚夫妇 第三点呢,就是春凳和普通的床差不多 所以一般可以当一个小床使用 特别是住酒店的时候,因为每一个客人的身高不大相同 有一些身高比较高的人呢,可能就一张小床放不开了 如果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给客人提供很大的便利 而且在酒店的时候,我们如果没有地方放衣服的话 放在这个凳子上面也是十分方便的 所以说古代发明的这个春凳 为什么能沿用至今 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写下你们的看法吧